APEC领袖会议落幕 台湾半导体支付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光荣回国 接受媒体访问过程中笑料不断 不过轻松归轻松外界最关注的议题不能少 张忠谋证实台积电目前最先进三奈米制成 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场建制产能 确认三奈米厂是亚利桑那州第二阶段 还未传国内南科三奈米厂制成可能缩减 把两万片月产能移往美国 对此台积电没有回应 很多人好像最近才忽然悟过来 所以忌度的人很多好几个国家对我表示能不能够到他们国家去 半导体供应链去台化议题炒得火热 张忠谋郑重驳斥 看看台积电在国内布局 除了外传的一奈米厂可能落脚桃源龙潭 二奈米厂竹科宝山预计2024年前完工量产 台中二奈米厂正评估中南科三奈米制成第四季量产 高雄七奈米制成暂缓 但二八奈米确定新建21号也发包 显然的就是受到了美国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压力 去台化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半导体的方面的根基 以及产业链方面的一个基础 还是很难进行所谓产业外移的忧虑 尽管国外受场持续前进 但专家强调无论怎么外移 台积电真正具有生产效率基地还是台湾 绝对难以撼动 这边的新闻余向张卉贤 台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